《龙珠超》,物极塔为什么被称为战神?无场战斗无一败计,还有一个明显的优点。 众所周知,《龙珠》系列动漫是一部热血动漫,经常会出现一些让整个世界陷入深渊,让整个宇宙都面临危机的Boss。 面对无法打败的强敌,如果没有外源的话,主角们要么会选择变身,要么会选择合体。 合体人物是《龙珠》世界中战斗力十分强大的战士,不管遭遇到多么绝望的处境,只要合体战士登场,粉丝们悬着的心就会放下来。 本期节目我们来聊一下众多合体战士中的布吉塔。 起初布吉塔只是东应的一个原创角色,后来在《龙珠》超,《布罗利》中被收纳尽正史。 连载至今,布吉塔已经荡生26年了,但是人气始终居高不下。 那么,为什么,布吉塔会被称为战士呢?看看下面这五场战斗就知道了,无一败计。 对战斗斗斗斗,轻松取胜。 阴间的灵魂清洗机突然发生了爆炸,赤鬼趁此机会变成了邪念波,无恶不作,人鬼两界大乱。 第一形态的邪念波就将悟空逼出了超级赛亚人三形态,第二形态的邪念波直接打败了超三孙悟空。 曼分危急的时候,孙悟空和北吉塔决定使用五不龙和,合体战士悟吉塔出登场。 悟吉塔强大的实力超出了所有人的想象,一登场就变成了超级赛亚人形态,轻轻松松击败了邪念波,人鬼两界再次恢复了和平。 对战布罗利,完全压制,轻松取胜。 2018年,有鸟山明亲自操刀的首部《龙珠超》剧场版《龙珠超》,布罗利上映,这部剧场版不仅重新设计了布罗利的决策形象,还让沉寂23年的《乌吉塔》再度登场。 在对战中,布罗利展现出了十分惊人的天赋,他可以在战斗中迅速变强。孙悟空和北吉塔从长台打到超篮,却始终无法奈何布罗利。 接下来福利萨杀死了布罗利的父亲,布罗利因为愤怒变成了超级赛亚人,场面一度失控。 超蓝孙悟空和超蓝被吉塔联手也无法打败布罗利,经过了一系列思想斗争,被吉塔终于同意再次使用融合术。就这样,时隔23年,乌吉塔再度登场。 超级赛亚人物吉塔在力量上力压超赛布罗利,超蓝物吉塔在对战权功率超赛布罗利的时候也取得了很大的优势。 就在超蓝物吉塔准备使用龟派气功给布罗利最后一击的时候,此来向神龙许愿将布罗利就走了。 对战超级乙星龙,完全压制,但是因为能量耗尽而解体。 在龙珠GT邪恶龙篇,乙星龙吸收了其他六颗龙珠的力量,变成了超级乙星龙。 超四孙悟空和超四被吉塔完全不是超级乙星龙的对手,于是两人再度融合,超四物吉塔登场。 超四物吉塔的实力远远大于超级乙星龙,没有认真战斗就能将超级乙星龙玩弄于鼓掌之间。 但是,超四物吉塔的能量消耗十分巨大,这次融合仅仅持续了十分钟。 超级乙星龙虽然被虐得很惨,但是并没有受到致命伤害,这次战斗也就成了一次没有结果的战斗。 对战黄金哈斯,一拳解决。 龙珠英雄宇宙争乱片,哈斯吸收了宇宙之种,变成了黄金哈斯形态。 黄金哈斯一上来就清除了扎马斯,强大的气场直接引起了远在拳王宫殿的大神观的注意。 变成黄金状态的哈斯所向披靡,直接让整个多元宇宙都陷入了危机。 在众人尽全力争取时间之下,悟吉塔再度登场。 最终,超蓝雾吉塔一拳打碎了哈斯的能量水晶,轻松获胜,化解了多元宇宙的危机。 对战拳功率黑悟空,一拳解决。 龙竹英雄新时空大战片,黑悟空为了实现自己的人类灵计划,在战斗中连连突破,最终变成了超级赛亚人讨红拳功率形态。 孙悟空和悟吉塔自知无法打败这种形态的黑悟空,于是再度使用融合,悟吉塔又一次登场。 和之前一样,这次悟吉塔也打得十分轻松,最终还是一拳就解决了黑悟空。 连续五场战斗无一败计,这正是悟吉塔被称为战神的原因。 此外,根据龙竹英雄官方发布的新篇张海报来看,在后续剧情中,超四悟吉塔也会登场,而且可能会和超蓝悟吉塔同台战斗。 一个悟吉塔就能将宇宙搅得天翻地覆了,两个悟吉塔又会给我们带来怎样的剧情呢? 除了没有败计,和贝基特相比,悟吉塔还有一个很明显的优点,那就是不需要波塔拉而还,限制条件少。 也就是说,在没有波塔拉而还的情况下,不吉塔照样可以登场,只需让孙悟空说服贝吉塔就行。 而说服贝吉塔的方法基本上也是千篇一律,只需让孙悟空围绕着让贝吉塔想想布尔玛,想想特兰克斯这个主题自由发挥就行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